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哥林多前书第24天 哥林多前书11章2-16节 蒙头是顺服的记号 我称赞你们 因你们凡事纪念我 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法替法为羞辱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其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 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是何宜的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在今天这段经文中 应先由第三节来了解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在这里的头 这个字具有权柄与管理的意涵 神是基督的头 表示基督甘心愿意顺服神的权柄与管理 有基督是个人的头 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顺服基督的权柄与管理 至于男人是女人的头 则是从创造的次序来看 所以男人要成为女人的头 但男人对女人有权柄与管理的意思 不含有杖势欺压的意味 而是指男人要保护和照顾女人 接着保罗讨论到蒙头的问题 他说女人要蒙头 男人不需要蒙头 因此就让我们先来探讨 为什么女人需要蒙头 首先 在西里尼人中 只有出家无男人的尼姑女奴会被剃光头发 而犯奸淫的女人和娼妓的标志则是不蒙头 所以保罗引用当时的习惯 表明女性在公开场合不蒙头 就如同娼妓或女奴是不合一的 此外 女人要蒙头的原因是 女人是由男人而出 所以是男人的荣耀 而人的荣耀不应当在神面前显出来 所以女人应该蒙着头 同时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不能显出男人是头 也无法显示出她有福全柄的记号 因此女人必须蒙头 即便她们得着恩赐 有祷告和做先知讲道 也必须蒙头 因为她是为着神到人面前去做先知讲道 或是为着人到神面前去祷告 而举凡与神有关系的举动更要蒙头 但男人却不可蒙头 因她是神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就如神先造了男人亚当 使男人首先拥有他自己的形象和荣耀 在地上代表他 目的是要男人彰显神 荣耀神 因此男人不应该蒙着头 以免把神的形象和荣耀遮盖住 常有人说这段经文是贬低女性 但我们从十一节可以看到 神造男造女 女人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由女人而出 这表示男女是平等且相扶持的 弟兄姐妹 当今文化中 我们不再将女性带盖头 看为顺服的标记 因为真正的顺服 乃是存敬畏基督的心 顺服和遵守权柄的话语 如同顺服主 神对于内心态度的关注 远大于对于盖头的关注 愿主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神的心 使我们从心爱神 顺服遵守他所立之权柄的话语 如同顺服他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开启我的心窍 让我做一个圣思明辨的人 让我可以贴近你的心意 顺服你 求圣灵天天在我生命中掌权 好让我活出心灵心样 道读神的话 罗马书十五章五至六节 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Amen 主啊求你赐下忍耐安慰的心 彼此安慰彼此接纳 在主里我们要同心合一 Amen 是的主我们要彼此接纳 彼此同心 所以在难处上我们要彼此安慰 在软弱上面我们要彼此忍耐 Amen 感谢神赐给我们忍耐的能力 叫我们得着安慰 让我们在主里可以同心 可以合一 一起效法基督耶稣 Amen 主啊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学习主的样式 同心合一 一心一口的荣耀神 Amen 是的主我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对准基督 同心合一 学像基督一样 一起来颂赞爱我们的天父 Amen 是的我要对准基督 感谢神 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可以蒙恩得救 我们都不完全 但靠着神赐给我们忍耐的力量 及安慰的心 我们愿意甘心顺服 在主里同心 一起效法基督耶稣 并且口唱新贺的来荣耀神 Amen 是的我们要口唱新贺的荣耀神 效法耶稣基督 在主里同心 虽然我们不配 但愿神赐下忍耐安慰的心 与我们同在 Amen 是的主我们承认我们本不配 但因为基督接纳我们 是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 进到父神的面前 谢谢主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接纳人 是无条件的 才能够同心来荣耀你 感谢主的接纳 感谢主的带领 求主继续开启我的心窍 明亮我的眼睛 让我可以明辨是非 明白主的旨意 让圣灵天天在我的生命中掌权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